这个男人失手杀死了心爱的情人 随后便用炸药层层包住自己的脑袋 在火光冲天的一瞬间 他却后悔了 他重新感受到了天空 太阳 以及关于永恒的畅想 画家在天光云影和苍茫暮色中求索 姑娘在活力四射地打着网球 男主费迪男 却将杂乱的哲丝与身体一同浸泡 体验着书中灰色别样的大千世界 可妻子的埋怨却让费迪男感到索然无味 妻子不停地催促费迪男 收拾行窗去赴约 为此 弗兰克还贴心地请来他的侄女玛丽安娜 帮忙照看孩子 费迪男却嘲讽 从未听说弗兰克有过什么侄女 八成是偷偷找来的应招女郎 其实 刚刚失业的费迪男根本就不想去 即便妻子一再强调 爸爸会给他介绍一个石油公司的工作 妻子奈着信子扔掉费迪男的书 将时尚杂志摊在他面前 果不其然 费迪男对于新时尚又是一顿抨击 说人们忽视文艺复兴 却转头推崇臀部文明 晚宴上 红色的光雾笼罩着富英风雅的调子 费迪男无心加入 男女客人们自私甚高的攀谈 在庸俗的月身中 他独自走到一群孤独的影子中 美国导演赛妙尔百无聊赖的抽着烟 站在俗气的壁坛前 语言不同之下 费迪男却对电影产生了莫大兴趣 导演为他讲解如同战场般的电影构画 旁边的女客不厌其烦地充当两年的翻译 爱情 仇恨 暴力 死亡 每一个元素都是电影的灵魂语言 生活 偶尔也在缔造一书片段 昏光的背景下 费迪男途经一个男人热情地吻着妻子的双唇 注视片刻的他 反倒是冷漠地淡出二人演播 费迪男在裸露的欲望与消极的打虚中游走 他预感到自己的忍耐力已经到达极限 他找弗兰克要来车钥匙准备先行离开 可转瞬 费迪男就冲进人群抓起蛋糕 打向令他深无痛绝的人脸 烟花绽放 失望 混杂在自由的秩序中央 回到家的费迪男 叫醒睡着的玛丽安娜准备送他回家 时隔五年未见的恋人 竟然被如此戏剧化的情节串联 费迪男坦诚地说 自己对家境优越的妻子并无好感 可离婚又觉得耗费心神 索性按手沉刻 费迪男看着性质不高的玛丽安娜 洞察了她的神秘 不再刻意追问她与弗兰克的深层关系 玛丽安娜调皮地打开收音机 里面播放着越南战争的消息 玛丽安娜为战争里枉死的人而惋惜 可费迪男却豁然地解释这便是人生的傲义 两个理想主义者从有序的书籍琴杰 说到混乱不堪的生活 又在热切的投诚中坦白对彼此的爱慕 玛丽安娜穿着蓝色浴袍 站在简陋的厨房中呼唤赖床的费迪男 红色的平底锅 空荡荡的冰箱格 趴在地上背部是血的男人 以及白色墙壁下否认永恒爱意的费迪男 构成了玛丽安与众不同的清晨 费迪男看着床上的尸体却无动于衷 屋子里四处都是散落的枪指 玛丽安掏空了死人的裤兜 但怨怒表明他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突然一阵声响 弗兰克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房间 两个人巧妙地走位 让弗兰克被蒙在鼓里 费迪男诧异于弗兰克的钥匙所从荷兰 他隐约怀疑这两人关系匪浅 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的费迪男 看得弗兰克匪夷所思 两相配合下 玛丽安抄起酒瓶砸在了弗兰克的头上 事后的两人围着人命官司而恐慌 急忙在混乱的对白中飞逃 正着与哲学在间距下色缩成一粒芒山 压着两个人躁动不安的肩 红色的小轿车开到了孤零零的加油站 两人耳语过后 设计除掉的加油工 费迪男下车 拳脚招呼远处赶来的又一个加油工 趁着加油工被费迪男打翻在地 两人火速开车逃离 玛丽安准备带费迪男 找到自己的走私兄弟 在费迪男正式的建议下 玛丽安拿定主意说前往尼斯 可两个人却囊中羞涩 索性 两个人停下车子纵情接吻 第二天 两人的车子已经彻底没油 不得不在吕戴斯咖啡馆前停下 通缉令已经被发布到广播上 半导体正在播放两人的体貌特征 两个人看着不远处的人动起的弯脑筋 他们希望编造一点故事 打动眼前的陌生人 玛丽安娜坐在青年身旁 振臂讲述着离奇的故事 果然 玛丽安娜的故事打动了善良的心 对方给了她一些钱当作辛苦费 另一边费迪男如法炮制 可这对情侣却有些漫不经心 得到一点点钱的两个人 开着车横冲直撞继续赶路 费迪男将车子开进荒野中 假装发生的事故 正是乔助下破车的残骸 为两人提供的妙计 他们希望以此迷惑警察的追捕 两个人在麦田的匍匐中 开始了浪迹天涯的计划 他们朝着理想的法兰西不断前进 河水惊失了玛丽安的群板 但这冒想游戏却让它格外雀跃 水越来越深 两人只好走进森林中 如同安自婆娑的精灵 在本能建构的世外桃源中 呼吸自由的风 长途跋涉后 两人坐在路边休息 一阵车笛声 让玛丽安未知振奋 两个人欢快地走到轿车旁 玛丽安躲在了车后 趁车主去卫生间的工夫 玛丽安溜进车中 找到车主的外套 费迪娜用衣服里的钱 买通了修车工 两人随即开着豪华轿车逃之夭夭 玛丽安娜为费迪娜 读着最新的消息 费迪娜的妻子谎称 亲眼见到两人赤身裸铁的纠缠在一起 费迪娜若无其事地告诉玛丽安娜 自己感受到了冥冥中的死亡气息 可大海和波涛象征的自由 仍然让费迪娜憧憬 两人将车开进了大海 感受接近地狱的狂欢 随后提着箱子 准备前往费迪娜所说的神秘岛 浪花冲刷掉的漫游的足迹 黄昏时 两人躺在沙滩上感受惬意 费迪娜在疏漏的天光下 赞美玛丽安的身体 又是一天的心声 他们将身体埋进沙滩里 谈论诗人伯朗宁 又在乖丽的命运中 为彼此留下一道腕痕 费迪娜在笔记本上 记录人间 打猎 捕鱼 开着拖拉机模拟诗衣的废墟 在起伏的山影中 从平静的水面探出理智的头颅 费迪娜坐在树干上写着日记 马里安抱着一落书走近 费迪娜被与自己同名的作家吸引 那电光火石的话语不停地砍伐着费迪南的精神树感 直到他忘乎所以地与大海相连 马里安娜对于费迪南滔滔不绝的宋都毫不关心 回到房子前的两人推测未来 马里安娜似乎用眼神传递 自己对于费迪南说谎的愧疚感 她难以预测 自己是否会长久陪伴眼前人 马里安似乎觉得生活失去的意义 她仅仅存活在费迪南甘别的语言里 费迪南准备开始写一本以生活为底色的小说 写声音、空间、颜色 马里安向她展示自己新买的唱片 费迪南却固执地说 要买个50本书再买唱片 这可伤了马里安娜的心 马里安娜厌烦了当下的一切 她想要重新开始探险 马里安娜提议前往迈阿密海滩 可费迪南仍旧只关心自己捏造的文字之谜 为了搪塞生活 两个人开启的现代乞讨模式 新奇的话剧方式很是讨喜 马里安娜想要去跳舞 突然她又在不祥的手掌线中看破的命运 费迪南被马里安娜歌唱的气氛所感染 冷静后的费迪南在干枯的植物中演绎书条 两个人坐在小船上 突然岸边人的呼喊让马里安娜感到不安 上岸后她决定要耍一个小把戏 费迪南只身走进舞厅 向服务生要了两杯啤酒 突然一个男人和费迪南搭讪 并揭开了她的牢底 费迪南睡了男人的妻子 还欠男人十万法郎 男人走后 费迪南接到了马里安不安的电话 矮则威胁马里安娜交出钱 不然就对她不择手段 费迪南飞速地赶到公寓 却发现了被马里安赐死的矮兹 以及她凶神恶煞的同伙 歹徒知道费迪南的底细 他们要的是弗兰克车后备箱里的五万美元 耐不住酷刑的费迪南 招供了马里安娜的所在 自此之后 费迪南带着血迹斑斑的回忆 寻找马里安娜 她坚持写无关紧要的日记 在电影院的座椅上打盹 接着喧闹读书 有感于屏幕上女人的自主 在见到马里安娜时 她正戴着一顶海军军官的帽子 马里安娜向费迪南解释自己的境遇 为了让费迪南相信自己对她苦苦寻觅 马里安拿出简刀的日记本 尾页上还记录着她思念费迪南的小诗 马里安娜自顾自地叫她狂人皮埃罗 可这却引起了费迪南的不满 但还是跟着她一同去找弗莱德 两人跑到游艇上 费迪南耐不住好奇心 询问马里安娜的底细 可在马里安娜的长篇大论中 费迪南却难以进行 马里安娜带费迪南走进了弗莱德的交易圈 在周密的计划下 马里安娜两枪放倒了歹徒 费迪南似乎认可了杀人约获中潜藏的苦涩自由 但欢托的马里安娜 却用自己的手段挑逗着费迪南的神经 费迪南想要马里安娜与自己一同离开 但马里安娜将矛头引到弗莱德身上 直言自己无法承受被抓回来的厄运 马里安娜要求费迪南半个小时后来找自己 费迪南化身痴情肿数着数字 但他不知道此时的马里安正依偎在弗莱德怀中 前来寻找马里安的费迪南 看着他站在游艇上同自己挥手告别 他点燃一支烟 听着德沃讲述他悲哀音乐中的疯狂经历 德沃要求费迪南咒骂自己是疯子 费迪南照做后得到了赞赏 忍无可忍的费迪南跳上了一艘渔船 终于他来到了一座小岛上 他高呼眼前的马里安娜 便失去理智地朝着残垣断壁处的两人开枪 死去的弗莱德如同一只僵硬的兽狗 而费迪南拦腰抱住了中枪的马里安娜 费迪南在马里安娜的垂死中开始作梦 又在马里安娜回魂时的歉意中 费迪南恢复得清醒 他点燃了地窖里所有的军火武器 打消了反叛分子的计划 随后在日记上贫写着死亡的字样 他将炸药层层包裹在脑袋上 在火光冲天的一瞬前 他却后悔了 他重新感受到了天空 太阳 以及关于永恒的畅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